2跟3 另外的話,第2 剛剛我們有這個地方,把這個地圖跟 這邊上面總共有 另外的小圖啦,這個其實是一個小小的一個圖 你如果把它複製過來,其實記得可以用什麼選取的 你可以用選取窗格 其實剛剛漏掉一個功能,其實上面有一個全選 你剛剛把它全選就可以,因為你全部都一樣,那你全選也可以啦 接下來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裡面的這個題目第4 第4的話是說 設定投影片的編號和頁尾 編號跟頁尾 第一個問題是說 設定那個第2張投影片編號為1 第2張投影片編號應該是2,那為什麼為1 其實主要的原因是,你必須把什麼 投影片第1張就變為0 所以我們第一個動作,要怎麼樣把投影片的編號做修改 修改的方式,其實蠻簡單 1 請你找到哪裡呢,設計 那我印象中好像在投影片大小裡面 他其實這個功能特別是,這功能放在這裡我覺得有點不太合理 因為要找,那在設定投影片大小的地方 有沒有 在設計 投影片大小 裡面的話有個功能 投影片的編號起始值 預設為1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假如希望把投影片2變為1 那當然投影片1的話應該變為多少 減1嘛 所以多少?0嘛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投影片大小裡面 他會有功能 投影片的起始值 然後把它改為0就好了 如果改為0的話 那這個地方 這個為0嘛 所以你會發現 他底下的第2張投影片 那就為1了 所以他的順序 變更一下 OK,好,那我們完成 他要的第1個 設定 OK 那第2個的話,從第2張投影片開始 設定每一張投影片的 這個 投影片加上編號跟夜尾 夜尾的話 夜尾顯示什麼呢 台灣旅遊景點 並且設定標題投影片不顯示 意思是說第1張 因為第1張投影片 是 所謂的標題投影片不要顯示 那我們怎麼設定 所以特別注意,我們這個地方就是 再點選第2張投影片 然後找到那個插入裡面 應該是會有一個 功能 就是設定夜首夜尾的 還是在常用 夜首夜尾的部分 各位看一下 插入這邊 有啦 夜首夜尾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插入夜首夜尾 OK 然後呢 點選這個功能之後的話 那各位呢 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 我們需要的功能 第一個的話 投影片編號 他要給編號 第二個的話 標題投影片不顯示 所以這個記得打勾 然後夜尾的話 要顯示什麼東西呢 夜尾指的是 每一個投影片的下方 顯示他這邊有幾個字 這個要自己打上去 台灣旅遊景點 所以把台灣旅遊景點這幾個字打上去 旅遊 旅遊景點 OK 所以記得 給投影片編號 然後標題投影片不顯示 夜尾增壓這一個 按下什麼 全部套用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你可以看到 每一張的投影片下方 這個叫夜尾 就會顯示什麼 台灣旅遊景點 OK 這六個字 然後再來的話呢 他說設定投影片播放 那播放的話呢 只能播放 只播放 OK 第一張投影片 那其餘投影片呢 必須透過互動連結 才能切換 呈現出互動的效果 那什麼意思 那意思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們剛剛播放的時候 這樣播放 假設點選九份的話 他希望說呢 可以連得進來 但是如果你假設要往下的話 你會沒辦法看到下 因為像我們現在點 點這一張 他理論上會 跳下一張 可是呢 他不希望你跳下一張 也就是你只能怎麼樣 只能在這一張 第0章裡面 做 就是 只能第一張 只能顯示第1張 其他都不能顯示 那其他怎麼能顯示呢 就是只能透過超連結的方法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設定 這裡的話呢 你必須要設定一個東西 叫投影片放映 投影片放映裡面有一個功能 叫做投影片 設定投影片放映的方式 所以投影片放映裡面的話 你找一下 那理論上的話呢 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的話 預設投影片放映 理論上是全部 意思說每一張都可以往下 也可以往上 上下可以移動 可是呢 我們現在如果假設呢 只能夠放第1張 其他不能 播放的話 那你可以把投影片放映改成 從第0章 到第幾章呢 一樣是到第0章 意思就是說 只能夠播放第1張 其他不能播放 OK 其他要不要變動 好像題目裡面 只有這個地方 而已 所以其他 不需要 去 變更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再來試試看 所以呢 當我按下那個什麼呢 投影片放映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按 點擊他理論上 之前如果沒有設定的話 他會跳下一張 可是現在點的話 會不會跳下一張 他點下去就直接結束了 所以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點9份 能不能跳到9份 他會跳9份 那如果我點一下9份的空白處 會怎麼樣 理論上應該跳回去 第1編號0 的那個 就跳回去了 所以 透過這樣的方式 點一下 跳回來 點一下 跳回來 也就是說 這樣的方式 他就只會顯示 這個目錄的部分 那其他的就是只能透過超連結 才能連過去的意思 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這個地方 看看 第4第5 最後 還有第6 第6的話 就是自行 改為微軟正黑體 那這個把它做完了 自行怎麼改微軟正黑體 那各位可以看到 理論上如果你要修改自行的話 一般通常是 比如說點選每個字 這個字底下會有自行 自行的話在常用裡面 那當然他 以前的做法是你可能選的其中一個 然後再到這邊去選擇什麼 微軟的正黑體 不過因為這邊的話字非常的多 你總不可能每一個每一個都去點選微軟正黑體 所以 假如說你一個月慢慢點的話 總共會有16張圖 你也要設定16次 所以用什麼方式 把所有的字形 通通 變成微軟正黑體最快 其實跟各位講有幾個方法 像我自己的習慣 這樣 第一個方法是 檢視裡面 我會切到大綱模式 大綱模式的話 這個時候你可以選取到裡面的文字 不過因為 假設你用大綱模式會有個缺點 所以裡面的字選不到 所以 這個方法 可能就沒有辦法完成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想另外一個方法 所以把它切回來 大綱模式 可能是針對 裡面是文字的狀態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把文字放在圖 相片的下方 那個方法也不可以 那所以怎麼辦呢 用哪個方法 最簡單 你們可以找到 在常用裡面 有一個功能 叫取代 取代的話 一般當然是取代文字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 它多了一個功能 叫做取代字形 也就是說 我今天 希望把某個字形 取代的另外一個的話 那我可以用什麼 取代 記得旁邊的箭頭點一下 取代字形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會跳出說 你要把某個字形 它預設的字形是這個 那要把它改成 所謂的微軟正黑體的話 那你就把那個卷軸往下拉 理論上拉到底吧 然後到底的倒數第五個應該就微軟正黑體 所以你就把原來的字 改成這個字體 給字形 按取代就可以了 那麼看一下 它有沒有幫我把它取代掉 所以 取代完之後的話 看一下 看一下 不過原來字形 這一個 看一下這個 原來的字形是哪一個 不過你可能要先確定幾件事 它原來的字形是哪一個字形 心系民體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呢 也是心系民體 看一下其他 底下的這個 所以 假如說你要取代的話 那可能呢 你要先確認幾件事啦 第一個就是你原來的字形是哪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再利用取代 取代字形 所以呢 確定 它的字應該是 應該是 新系民體 OK 把新系民體 改成微軟正黑體 按全部取代 這樣的話呢 取代完之後呢 你一個把它關閉 這樣再看一下 然後呢 我們怎麼確定說有沒有取代成功 一樣 切到第1張 這個應該第2張投影片 點擊它字形上方 就是點一下字 看一下上面有沒有改變成微軟正黑 如果有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成功了 OK 在這個地方的話 取代 記得 把它從新系民體取代成微軟正黑體 就OK 那這個地方呢 第6就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請各位 把這一題呢 再另存心檔一下 檔案名稱的話 把它存在 桌面好了 OK 檔案名稱的話 請各位 全程 PPA104 OK PPA104 然後按儲存就可以了 那另外的話呢 請各位 針對這一題呢 去另外再做一個變化題 那變化題的話 基本價格 跟這一題類似 只是說呢 裡面的那個 就是 景點換一下 然後那個地圖換一下 那個地圖的話 請各位自己再去 找一下看看有沒有比較適合的 比如說你是找桃園的話 看看有沒有一個 桃園的地圖 網路上找一下應該有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能 再把它用那個 一樣處理軟體 稍微把它去掉部分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假設要增加 像什麼 增加上面 這個東西 有沒有9份 其實你如果 找不到更適合 其實你用小畫家 也可以做得出來 有沒有 那當然如果你實在是找不到更合適的 其實 你也可以在我們的 PPT裡面 找到那個插入圖案 插入圖案裡面其實你也可以用 什麼 類似像圓角 或者像這邊有那個 矩形 拿在矩形裡面加文字 一樣具備有超連結功能 一樣也可以啦 你可以在 利用這個圖案做超連結 其實也是 可以做出類似的效果 OK 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 試著呢 把剛剛的這個104集 試著在做另外一個 變化題 那 呈現的方式的話 那事實上跟這一集差不多 也就是說你可以一個 簡報裡面的話 可以放四張 或者甚至你要放多一點 放六張 預設好像最多放六張 放四張 或者放兩張 也可以啦 然後每個景點 點選之後呢 可以跳過去 請各位試試看 然後呢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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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